那這邊有一個影片,後選分享一下喔 這個影片是後選阿孫,他到四季的時候這樣學冰心 各位前選這個影片就是跟我們收拼,也是一樣,要不斷的情節 我們知道說每一個小孩來到二世間,我們大人就去不去拔,不去嘴,你要學冰心喔,你要學坐,你要學走 那怎麼辦? 我影片關掉了 影片關掉了 影片關掉了,有聽到聲音嗎? 影片關掉了,有聽到聲音嗎? 影片關掉了,剛剛影片關掉沒有聲音 影片關掉了,已經沒有聲音了,沒關係 好,謝謝領認的直辯 好,好,那繼續喔 好,那当然在鸭皮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哪里,他,他,我们大人,没给他摔,没给他摔,没给他摔摔,要摔摔,要摔摔,要身体摔摔,但是呢,只要我们出世做人,我们必须要具比到摔摔,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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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所有这些能力,以后呢,我们做人就是要靠到这些基本能力来做一个行动。 那各位前选山运播有常常在看一些动物器官,如果是动物器官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哦,动物就没法像我们人很幸运哦,你看我们人一个出世,想到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照顾,养育之恩,都大概到三个月,可以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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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但是动物就没了哦,陈姓哥前选都很快乐说,不管这些动物,是鹿仔,是被剥,生意其他的遭受,他一个小的时候,在半点钟里面,要马上站起来,因为呢,半点钟里面,他要健康站起来,自己去吃东西,这样呢,他才能够生活在这个动物内,那如果真的没法剥起来,没法去吃的,那他就收到这个动物界的头盒, 由此可见,精进,不只对我们人,对那些动物,尤其对我们今天受犯罪的人,要劲加用心,那当然你在收到当中,完全都在我们的策划心,如果我们都知道策划心是很简单,但重点呢,要变成英英九九的信念,这样就不简单,所以说这些人说受幸,不是两天三天的事情, 必须要选择不断的事情,好学记得啊,我们之前的责任大先啊,只要有成全班,或是智慧班啊,他已经给我们这样鼓励啦,我们会说,收到没办法剥啦,收到一定要到最后的口味,到概观顺定,那这种老师也想让人慈悲哦,受幸就是要将其一生,一定要到概观顺定,那这种老师也想让人慈悲哦, 那这种老师也想让人慈悲哦,那其实,这也是要跟我们说啦,在修行这条路啊,一定要让我们自己好好去走,好好去修持,这样开始真的要善逅,善逅到我们的策划心,好,那这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图案啊,相信各位前选啊,都是耳熟能详的啊,哦, 包括我们一般啊,在成全,还是在跟我们小朋友说一些故事啊,都会谈到这个,那后选来复习,哦,跟大家学习一下啦,哦,当然,这叫做复子取离啦,哦,那就是有一堆爬子,他们有一天呢,要进行,而且牵着这只驴子,那这时候啊,这个爸爸就跟儿子说,来,这样我先起来, 去买这只驴子,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进行当中啊,楼上有很多人,结果啊,楼上就有人说,哎呦,这个爸爸也很不疼,他自己带去坐驴子,啊,他帮的让走,然后啊,这个爸爸就听着了,就说,哦,这样不行,就快买了啦,那他在来之后,他就跟儿子说,来,今天帮你,去你买,我来看这只驴子, 结果,又经过一段路的时候啊,就有人说,哦,这个孩子不好,呢,自己站着驴子,要爸爸放在那儿,那这个爸爸听着,就说,哦,这样也不行,呢,又有人说了,呢,他就说,好,我们两个正会站着驴子,那当然又站着一段时间了, 就像同样哦,路边有人说,就有人说,你看这对白的驴子,体质这么好,啊,你看两个都把这只驴子带来的驴子,不够可怜的,那当下这对父子啊,就想说,哦,啊,你也不行,所以呢,各位亲生有看到哦,他们就去找到这只驴子比较稠用的驴啦,然后帮他们把这个驴子抬起来,那这个故事,也是要跟我们说,呢,我们人的信念,如果不够 很坚定的位置,很容易哦,只要把这只驴子的一个驴子,我们就受到影响,所以说,志光老师跟我们说哦,我们的信念,如果一个当中的,最天,也最就知道,呃,各位浅选,相信说在前年的时候啊,哦,有一个事件,真的让我们觉得很心痛啦,哦,就是,我以前在的长龙大学,因为马来西亚 女大学生,那当然,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啊,可能后学,也是妈妈,所以说,尤其看到这种,呃,生活报导啊,会比较去注意,然后,就是在看的时候啊,就觉得很心痛,因为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小孩,哦,有那么小孩,啊,慢慢的疲,慢慢的疲,慢慢的疲,你看,台湾到大学, 那其实,我们在报导当中啊,可以知道说,这个马来西亚的父母亲啊,接受访问的时候,她妈妈就一面好,啊,一面的接受访问啦,哦,她说,其实在年车的时候啊,她女儿就跟她,跟她爸爸,邀请她父母,说她当年六月份,她学校版毕业典礼的时候,一定要求她爸爸妈妈要来参加到的, 毕业典礼,全家共同庆祝,欢乐一下,一个呢,她可以家里事业份啊,这个父母亲啊,过来办这个,呃,女生,她的学校,啊,母的骨头飞队,那其实后学在看这个报导的时候,真的觉得,心很痛,而且很难过,但是呢,后学也是同样,呃,又继续对着新闻的报导, 我去了解说,她事后的发展情形啦,哦,那到后来呢,就是,安家已经查出来啊,啊,这个大学的女生,也给她修设一个骨头飞,然后,我们台湾的习俗,就是博杯,那一个博杯时钟啊,这个报导当中也说到,这个长龙的女大学生很乖巧, 哦,我有一杯而已,她就应该说要对爸爸妈妈对,那总是,是一个结束,那所以后学当下呢,内心真的非常的,呃,会剃到这一对父母, 就是她一件这件事情,很难受的,也很难受,那后学那时候,刚刚在告白女的孙子,哦,刚刚在我女儿的家,然后,因为我们今天一件结束啊,后学马上就想说,好,那我也来供念三次的迷勒真经,回向这个,呃,马来西亚这个女生,啊,刚刚认了, 后学了,就好学女儿为了定义啦,要就看听迷勒真经,我女儿就跟后学说,哎,妈妈,你真爱念迷勒真经,啊,后学就跟女儿说,啊,因为我要念三次的迷勒真经,回向这个长龙大学这个女学生,虽然,这世人,妈妈没跟她近过面,那但是,因为妈妈对她的生念这个善的磁场,呃,相信,好,以后, 说,我如果是在下辈子遇到,这也是我的贵人,哦,啊,所以当下,我女儿一天了,就给她订阅,然后,到那一天,哦,就隔几天,就星期日嘛,啊,女儿就跟后学说,哦,妈妈,你那天,哦,跟我说,那个长龙的女大学生,哦,你念经回向会,啊,我感觉真的非常的震惊,啊,也非常的错愕,啊,所以后学就跟女儿就说,哎,为什么啊,念经回向,不是很正常的, 是吗,啊,然后女儿就跟后学说,因为一个没学生的人,跟你完全没近过面的人,你都可以念经回向会,啊,她就想在自己,其实女儿啊,呃,嫁入富家之后,因为,她的公公婆婆,都是非常非常有缓乱的人,然后又遇到她的大嫂,所以其实女儿在这个感觉啊,非常不OK,啊,但是,呃, 她的更好的方式就是,她是自己带着一宗的房子,那,从那次之后啊,女儿也跟我说,她就想说,如果能不能一种念经做回向,那改变她跟她公公婆婆大嫂的那种气场,这也是很好,那为她那天才她就开始,每天,也是两年了,整天去做回向,哎,一个啊,事情真的改变耶, 女儿都 AE,都刚那个后学说,妈妈 你共无可谈子,哦,和把这个女儿 所以每天都懂东西 所以后学就教女儿,其实我们人只要发出善恋,啊,对方他们很快就会接到你们的磁场 你看人一天,这几天来的 在自己 routine 就因为你的诵经去回向,然后就把这个磁场都改变的很好 所以各位浅显,我们只要时时善化出我们的善心念 就像我们季公老师所说的啊,信念如果一个当上天就知道 如果我们的信念是好的话,那当然就是天动 那当然,我们的信念是百岁的话,那当下呢,一定是心悲到 那后学,接着谈到信念的话,后学就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个 我们都知道民调的方法,叫做祖宏幕 那祖宏幕呢,有一天,他的微乎初旋 替百姓家去看厅打访一下民间的情况 你看,你老爷有一次就走,走到一间叫做参心庙,比较多 那祖宏幕走到参心庙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有处处处处的 在头上很大,就想说好,不然在这个庙里面找到白开水 结果在那一年,都没有看到白开水 那当下呢,刚才有一个老农夫 这个老农夫,他经过三神庙的时候,就看到祖宏幕 但是他不知道他是放参心庙,他就问说,你这厨家哦,来我才有参心庙 所以这个老农夫就跟他说,就跟这个老农夫就问说,老阿伯,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里面 所以这个老农夫就跟他说,他住在某个地方,他有什么名字 那当主宏幕,主宏幕对家走到参心庙的时候,马上下赤人 就是叫金子,开始来这个官,找这个人,请他出来做官,落雅 所以当下呢,在这个山神庙附近,有一个村子来了 刚才有一位秀才,这位秀宅呢 我们都知道说,古代秀才啊,必须要十年寒穿无人之马 那到真的金棒提名时,他也能预计成明天下赤 那说这秀才知道说,哇,这老农夫,这是一堆的利益,就可以做一个官 所以他就像他的毛皮拿起来,就去参心庙的庙 这个书生啊,他一分分不停的写一休息哦 他说,十年寒穿,不如老农一杯茶 意思就是说,他这么辛苦,早早起床,到处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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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咧,不如那老农夫一杯茶,可以装滚了牙 说写得很酸啊,那当然日子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啊 主婚姆,他就地重游 那当他来到参心楼的时候,他抬头一看,他拚点,他竟然拿这首诗 那因为主婚姆,他出乎不可能扎毛笔嘛,所以他就去那个香 有没有,白骨的香,中头那些都黑黑嘛 他就拿起来,担拼,跟他在这里去收啦 他就跟他说,他的才华不如你,你的命运不如他 意思就是说,老农夫,他的才华对不起这个秀才嘛 麻烦的那个文章啦 但是秀才呢,他的命运不如到老农夫 那这边也是跟你说啊,其实老农夫他在那一杯茶 不只是单纯的一杯茶里去,是一种不思 是一种嘴鼻,是一种爱心 那所以由此可见啊,其实在修行这条路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实时保护到我们的筹发心 那实时呢,从我们的信念啊,要把他归于正能量 就像我们老师说的,只要信念是好,那当然就是天动 所以说天动不是等着我们这口气等了,对,它是天动 其实我们的信念也是好的话,就是天动 但是我们的信念也是,都是不好,是欲的 那我们当下就是在我们的地义之中啦 好,那接着后学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修行这条路啊,我们所住的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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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 所以说在这条修行的路啊,毕竟在走当中有点时候 是啊,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的朋友 会感觉,咦,我们在修行之后,我们有所改变 那当然,所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亲人 没有办法去了解 一条后学这些例子啦 在后学在读高中的时候,非常天文 刚刚营保师就找后学去求到 那因为后学营保师啊,在那时候的亲口啊 所以说后学的顺理成章啊,很平稳 就直接对我们的营保师吃素食 那在吃素食之后呢,后学也是 家人就知道,知道说我们已经吃素食了 那问题啊,后学那个年代的话 就是我们哥哥他做警察 那我们也知道,哥哥做警察,妹妹吃菜 所以那时候的,我们早得节家庭会议 那家庭会议就是说,三节星期日啊 就是全家人啊,正在回家的聚餐 为家会要圆满的做下去嘛 然后,因为家人都知道后学已经吃素食了 那天,回家订阅了很多哦 然后,全家人啊,父母亲啊,后学最小孩嘛 然后就是,爸爸妈妈三位四个,两个女生,两个男生嘛 那结果一下子后啊,后学的父母啊 和我们的兄弟姐妹,对后学很好耶 一晚饭店面,脚皮,脚脚,脚脚都高起来 那当下后学的心真的很纠结,我就在想说 我已经清靠了耶,啊,我完全不能吃这个啊 这个地方,我一定会把他突破鬼 那当下后学有开始,要去书课啊,要用什么方式 那后学跟大家报告一下 后学从小的话,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是农夫嘛 他们在做产的,只要他拿做产回来 你给我们看到一个小女生,后学的时候应该是五六岁 我们的英雄都大概五六岁 手的胖一杯,用碗胖一杯茶 你就看到那个小女生胖一杯,左方右方 又要去到父母亲的头子 爸爸妈妈就把他拿起来淋,淋到他就很开心 那所以其实,父母亲为什么都不会打后学 因为后学有小孩都会去做这个行为 就觉得也是蛮单纯,蛮好玩的 那从此以后,后学经常看到的就是 爸爸妈妈会去说,不过说这就是不说好学啊 那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啊,我后就开始看 由爸爸看,然后又看妈妈 可以看到我妈妈的严慎,最重要 他在注意看我会如何去反应 那那时候后学就说,这样做的方法就是 唯有啊,用眼泪 做炸弹嘛,开始好让妈妈看了 然后后学就开始 把晒晒晒,开始好 那那时候后学妈妈 就觉得很心痛啊 他就直接为他攀坐地面,就站在那里 他回家跑去,就说,好啊好啊 因为知道如果要吃,才能吃 不可以吃这一道饭 哪好哪滴 真的非常感恩,有妈妈做后学的后论啊 所以说后学经过这个公语之后啊,就一览而览的 顺利承担,来讲授性 那其实,这也是要给各位解释说 其实我们在修办道,都会遇到逆境 可是逆境啊,就在我们的信念 只要我们有心要跟同伙的 有心要走过这个难关的话 上天真的都很慈悲啊,会给我们协助 我们人有心念,天一定会有钱嘛 好,接着我们就一定是我们志工老师所说的啦 我们的老师说,受不了气,就沉不了气 那当然,这就是会跟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如果想不了气啊,就沉不了大气的气 接着,忍不了气,就跨不了人 所以说志工老师跟我们教说,我们要转气 而且,我们要酸心 而且,我们要去义务 不然去义务所义 而且,重点呢,一定要转境 后学有一次啊,就在听我们一个郑庆永典传师的六祖盘经 他就分享了,后学感觉很有意思的一段话 他说,郑庆永典传师说他们八爹 担一个阿婆,这个阿婆齁,只要每晚八点的时候 人家义务嘛,他就很尊重的,就坐在那里那里 等电视八点,他要去出现,就是阿婆 其实,阿婆的这个续续可以说非常悲响 只要一个座,壮人的眼泪嘛 所以,这个阿婆就开始好,开始滴毛泽 但是,他又每天哦,准时八点,他就开始去电视 那有一天啊,这个阿婆刚出门,他刚刚出门 正典传师,他就说,哦,我跟你说哦 那阿婆这出门,如果没有更快结束,我真的会好喜 各位前学,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没法去转进 比起来这出门,比起来这出门,比起来这出门 比起来这出门,比起来这出门,所拔掉的 那我们想到也是同样哦 一定要进门,还是在我们的心门,不门 好好的去给他做一个转练啦哦 这样才能打到究竟 那有一个故事也是这样说啦哦 有一天,就是有一对阿狗 那这对阿狗呢,他们在手上,在谈恋爱 那当然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哇,当手上有一个猎人,有一个猎人啊 怕一枝枕,最终于刺激 好够,这对狗,狗牙,狗手,走得快 那当然,走到安全的地方啊 这对狗就很想起了 就说,我们两个说了,当天闭 那我们两个当天,也许说 这个人真,这个猎人真真真真无意义 今年用剑,用射箭要伤害我们 他就很看到一个小小的气球啊,揉上来 这小气球就跟这对狗说,哦,你很想起哦 你垂心纷纷不平,那你来,你将你的气 透过来给我,你就可以晴散了 所以这两个狗就很快的,嘴巴打开 然后开始透过,把他的内心的纷纷不平 那些深的气,都透用在里面 那接着再来呢,森林里面有这只母的兔子 他带他的小小白兔啊,担森林跟天上部 那我们各位前行,应该都知道 虎妮最咖喻他吃虎了 所以这些虎妮看到这对不怕的兔子就开始了 这对母子兔啊,赶快逃跑 逃到安全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母子兔也很想起了 他就说,我们两个在享受天伦之乐 那这些虎妮怎么能够这么多盘子 那当下又看到气球啊,都吹过来了 那这条气球一个背后呢 同样啊,你心中流气,你就透过来我家 你会变轻松 那因为这样,所以这条气球啊 它涉及的气球又会背后百味 那这个再来就是我们知道 那这些母子嘛,都会带小只的鸡子 整队去炒皮山啊,找东西吃 结果呢,就去堵到这些爪出来要攻击 他这些小鸡 所以在当下呢,这些母子奋不顾身嘛 他一定要用心的心理去保护他的儿子 那到后来,我们这些爪就去用这个母子 给他抖到更快的,落方而逃 那当然啊,这对这些母子啊,当然也很想起啊 一样,去堵到这些气球的时钟啊 气球也是说,各种的气,透过来过 那所以,透气,透完之后啊 这些所有动物啊,就变得非常的轻松 那到年中的时候啊,生理的版级的圆游会 那当所有动物都到那时,大家开开心心 很高兴的气氛啊 大家一个雅头起来,看一个天上的气球 哇,大家很惊讶 诶,如果气球第一次不是很小了吗? 纳尽可以这么大了 各位请问,这个故事就是要跟我们说 当我们受到这些气,当然就要吞 有你气的有的,我们才能成熟 那有接纳这个气的话,我们才能成长 能够成熟 就像我们常在网络上面所看的啊 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一个大一个头 放在我们的头上,这样咧 我们的人生可以说非常乱暗了 很不留意,但是相对的 如果把这个大脚头 放在我们的脚底上 那各位前选,当然咧 这个脚头就是我们的垫脚石 接着我们的南极星王的安甘慈悲哦 他说,烤不动你的心,不叫烤剑 好,这边有一个影片 请各位前选一起来欣赏 我相信各位前选对这个影片都曾经看过 那他的大概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老人家啊 因为他行动不太方便 所以必须要靠到他的鞋子 做他的支撑力 那结果他坐在天下的时候 这支鞋子会变下来 那所以这个老人家啊 就看到那些年轻人啊 刚才站在那边很不怕 他就给他拜托,帮他跳鞋子 这个年轻人啊 给他帮他跳鞋子 说好,但是 一直没有我去帮他跳鞋子 所以到最后啊,这个老人家都想说 我去帮他跳鞋子 我只会给他跳鞋子 结果老人家一离开他的座位 各位前选,我们上天都看了 他头上的阳台啊 那建筑物的下来 所以其实有时候 迎来的时候 是一个逆境 让我们感觉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顺畅 那其实这也是上天 对我们的一种慈悲齁 就像我们老先生跟我们说的啦 烤不动你的心 不叫烤鞋嘛 所以烤鞋一定让我们的心 在这里吃坦苦 吃煎熬嘛 所以说 这个烤鞋啊 一定必须我们健身 健力 去接受这个煎熬 这是这个锻炼 那如果可以过关的月 我们就可以回到生命的元头 但是呢,相对的 如果过不了关 我们的生命 只好是走到生命的尽头 所以说 当我们在接受一些逆境 接受一些讨厌 甚至于